哈喽,大家好,我是家宝妈妈 今天我们来做米线 一般我在家做的米线有牛肉米线啊,香菇鸡肉米线啊 我今天来做鸡肉米线 我们把买来的鸡大腿肉呢,带皮带骨头 但是你看,这个骨头呢,特别的小 我用清水把它们先清洗干净 然后把里面的骨头呢,给它剔除掉 这个骨头不要扔 然后我们把鸡肉呢,给它切成小块 这个块呢,大小一厘米多,就刚刚好 因为我们是做米线嘛 所以说这个鸡肉块不要切得太大 我们把这个骨头呢,留着 从这个中间呢,用刀背给它斩断 然后呢,待会儿炒鸡肉腿一块儿 放进去炖出来的那个汤啊,味道更好 把姜切碎,蒜也切碎 炒鸡肉的时候一定要加上这两种料哦 然后锅烧热了之后呢,我们加入食用油 放入姜和蒜 然后再放入我们刚才切好的鸡块 用中火或中大火翻炒 一定要炒到这个鸡肉发白 然后我们再加入咸盐15克,生抽和老抽各15毫升 再翻炒,翻炒它们上色,看这个颜色多好看 然后我们再加入温水700毫升 搅拌几下 用大火盖上锅盖烧开 烧开了之后,再用锅铲 这样搅动几下 盖上锅盖,用中小火炖至25分钟 25分钟我们做什么呢? 买来的米线用温水泡上 然后我们再来炸一个花生米 400克的花生米 第一步呢,把坏子挑出来 然后呢,用清水 这样稍微过一下 然后空空水,锅中加油 凉油 凉油下花生米 全程用小火炒至微黄 加入咸盐 这样晃动迅速的降温 这个花生米格外的酥脆 然后我们再把香菜和小葱切一下 25分钟以后,看我们的鸡肉 入口计划 味道超鲜美 米线也泡软了 锅里的水也烧开了 我们把泡软的米线放进开水里边 煮烫约一分多钟 用这个筷子夹一下 断了 这个软硬度吃起来就刚刚好 我们给它捞出来 放进碗里边 加入几勺的鸡汤 然后我们再加入一大勺的鸡肉 如果没有鸡汤 我们就直接用炖鸡肉的汤一块 加到这个米线里边 然后我们又加上花生米 香菜 葱花 30分钟 超级美味的米线 我们就可以吃到嘴里了 而且制作起来也非常的简单 想吃牛肉味的一定要配牛肉汤 所以说鸡肉的呢要配鸡汤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们 记得点赞订阅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再见